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自行车头盔的调节小知识 首先我们需要选对头盔 就是头盔的大小 要跟我们的头围相匹配 当你选出适合自己头围头盔以后 有几个地方我们还需要进行调节 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上下是可以调节的 调节这个上下 保持这样运动的灵活性 同时保持貌源与眉骨有粮子的距离 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个呢就是调节这里 这里会涉及到我们的耳朵 耳朵这里我们通过这个调节 然后建议它刚好通过我们耳垂下面一点点 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第三个就是调节这个笋长短 这里呢我们运留移植的距离 就是这个帽笋跟下巴有移植的距离 这样方便我们活动 同时保持这个帽子的稳定性 最后就是佩戴以后我们调节这里 这里我们调节松紧要合适 既要兼顾帽子的稳定性 同时呢也要兼具舒适性 关于自行车头盔的调节技巧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哦 这里发现很多有趣好玩实用的户外装备